肺炎疫情的冲击来看看另外一个层面了 恐怕也冲击到了台湾的农产品 包括台湾的凤梨 世家 石斑鱼跟布拉提 有高达7到9成都是外销中国大陆 但现在却囤积了大量的农产品 卖不出去 饱满果实挂枝头就像一颗颗绿钻石 台东的凤梨世家郑底席 却因为疫情还有5000吨销不出去 其实除了这个比我脸还要大的凤梨世家 台湾的石斑鱼也是八九成都外销到中国大陆 除了希望电视前的你帮帮忙 现在农委会也向电商搬酒瓶 凤梨世家10香吗 好 那石斑鱼20香好 谢谢 新鲜采收的蔬果工作人员正忙着整理 这么一大盒一天就要出货400香 你看我成这一块 因为延后两个礼拜开学 那其实很多农民他已经气酌了 我们每天光是进到台北市的量 就一二十吨在那边等着 真的很惊人 营养午餐的滞销青菜全台还有180吨 农委会也拜托电商帮忙 二月底到六月底配合促销 民众上网买菜消费500元 可获得50元折价券回馈无上限 在一般的状况下我们就多了大概三成到四成 那其实这个状况其实对整个疫情我们来看 应该就是大家不敢出门了 然后不敢出门了民生物资还是需要用 同样努力把危机化为转机的还有这里 怕民众不敢消费 水产业者直接搬出冰柜 直接在超商设点 卖水产也卖药膳 生意翻了一倍 那目前我们双方已经推出了三家合作的冷冻生鲜旗舰店 跟上个月同期比较业绩也成长了近三成 超商也能买到直送的海鲜 两家电商出手要跟小农创造双赢 东森财经新闻696自腾台北采访报导